港媒称,中国正针对量子技术的应用建造一座大型研究中心,最终目标是建造计算能力,是目前世界上所有计算机计算能力总和百万倍的量子计算机。 据香港亚洲时报在线网站10月11日报道,这座占第37公顷的中心将建造地点选在了安徽省和菲市。 大众科学伯克兰姆博主杰弗里利恩因汉彼得W星格指出,在宣布建造该中心前,中国科学愿于近期进行了全球首次基于量子加密通讯技术的视频通话, 并且也已完成一条量子加密通讯光纤干线的建造工作。 中国与奥地利的洲际量子保密通信是一图,这座名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新超级中心计划于2020年启用。 据报道,这座中心有两大主要研究目标,量子计量学以及建造计算能力强大到让目前世界上的所有计算机相形建处的量子计算机。 报道称,这座中心将助力军事、国防以及民用创新事业的发展。 量子计算利用了亚原子粒子在任何时候都能以不止一种状态存在的首性,这使得量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比目前的计算机快很多,并且能耗更低。 预计这种计算能力的巨幅提升将把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推向新的高度。 量子保密通信金户感线总长2000余公里从北京出发,经过吉南合肥到达上海解放日报无名税制图。